大家一定很奇怪 今天我帶大家看什麼樓呢? 這裡都沒有樓 為什麼? 帶大家來看這個流水、小溪、陸地 還有一個公園在那裡 這裡其實不是普通的公園 這裡是我Oshawa翻新投資屋的後院來的 它環境很好 旁邊有個公園 後面有步行徑 有自然環境、小溪 翻新工程就進行了兩個多月 已經完工了 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看看 大家好,我是Matthew Chu 我是一個專業的全職地產經紀 我專注在大多朗多地區的房屋賣賣和地產投資 如果大家想用錢溫錢 想提早退休不想一路做下去的話 遇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就一定要衝取出擊 首先進來是家庭廳 現在這裡就開房式設計了 將家庭廳、早餐廳、廚房都打通了 沒有牆壁在這裡隔開 翻新就很徹底了 地板、地腳線、廚房也是整個重新打過的 有不鏽鋼電器、高光板柱櫃、人造石桌面 還有Porsaline的檔水磚 為了樓上和樓下可以獨立分租 我們還特地建了一個洗衣房在樓上 這個洗衣機乾衣機就只是給樓上用的 樓下就分開有自己一套 這個就是今次裝修的重頭戲來的主人房 這不是普通翻新的 我們還加了一個五件頭的豪華廁所給它 有淘汰、有淘汰 所有鏡子、燈、桌面、櫃櫃 都是新款的 主人房呢 它本身的條件都很好的 這兩個大窗是原裝的 窗框等等換了 風景現在夏天看得比之前更漂亮 一片綠化 望遠一點還有一條小溪 這個屁股是130多呎 深 一看出去一片都是樹林 除了主人房呢 另外兩間房都翻新了 地腳線、窗框 還有所有電插、電燈鍵 這些門柄 還有衣櫃裡面的架 還有門那些新油的灰色 令到更加有設計感 全部都是新製的 這裏的廁所 三間桌都是新製的 有玻璃沙瓦、新馬桶、新的星盤、鏡子、燈 就是剛才那兩間比較小的房間 分享用的 一樓就是這麼多了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地下室 地下室有一個獨立分門 所以樓上樓下是完全可以獨立出入 分開出租 這條樓梯由本來的地下樓梯換了做實木樓梯 樓下一樣是很徹底的 不是隨便翻新的 都是好像樓上一樣 換了木地板 所有長身、油漆、框、框、電鍵等等 都翻新了 而廁所也很高標準 有玻璃沙瓦、地磚、升盤等等 然後進去後面 還有一個獨立的 只是給地下室的洗衣房 洗耳機、鋼耳機 非常方便租客用 這間就是地下室最大的房間 我們還特意製造了一個玻璃房門 讓它透光一點 亦都藏在暖爐的機房間 在這間房間裏面 就乾淨了 現在走出去 就是原本一個火爐的地方 我們就拆了火爐 換了全新的廚房 跟樓上一樣漂亮的 廚房又是不鏽鋼電器 人造石桌面 高光廚櫃 還有有Porsaline擋水磚 這個不是普通的地下室 這個是Walkout Basement 所以就有這個大窗 其實跟住在樓上是沒有分別的 一些地下室的壓迫感也沒有 最後就是這個第三間房間 還特意製造了一個大窗 好好利用後面的天然風景 和天然光 最後就帶大家看一看 這個後院 130多尺深的Raphine後院 樓就看完了 大家覺得是不是比原來漂亮了很多呢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聯繫我 那如果喜歡我的短片 就請你給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是Matthew Chu 下次見